哈囉 你好 我是克雷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落落強勢的戰國時代 如果想要生存下來 懂得探風向 抱大腿可以說是必備的生存技能 今天的古人有八卦 我們就要來介紹堪稱戰國被判界的專業人士 靠著謀略綜合於各大民間的一代蕭雄 鬆擁九秀 他到底搞了哪些事 有真如傳聞所說是個陰險絞煞的大惡人嗎? 關於鬆擁九秀走年的紀錄極其稀少 他的出生一直以來都是個未解之謎 目前流存的史料大多是在他30歲以後 擔任三好藏鏡又比的紀錄 按常理來推測 九秀出生於五家的可能性較低 較可能為商人或平民 雖然出生不明朗 但在戰國時代為才適用的情況並不算少見 鬆擁九秀便憑藉著過人的才幹與謀略 見獲祖君三好藏鏡的信任 在家中爬到了管家的位置後 九秀也開始帶兵打仗立下戰功 成為一名武將 隨著長姓放逐將軍逐立疫情 和前老闆西川情緣 三好市一躍成了當時競技地區數一數二的豪強 起初的九秀也沒有讓長姓失望 他被指派為征戰大和國的指揮官 這片從連昌時代到市庭時代都沒有設置守護的土地 一直以來均是由生兵兩大勢力之一的南都興福四桌統治 除此之外當地還有同情室、月治室、朱瑋室、時事室 四大家族在暗中搞事 即便大和國勢力交錯複雜 統合難度相當的高 我們的九秀依舊不負眾望使命必達 並藉由這次攻擊在三好家取得更多的權力 就在這個時候 戰國局勢的變化宛如脫江的野馬開始暴走 上天對三好家接連開了好幾個巨大的玩笑 一點一點奪走競技霸者的銳氣 先是三好長姓的四弟擁有鬼石和威名的猛將石河一淳 他在與九秀一同出遊前往溫泉的旅途中 不小心摔下馬一命呜呼 接著長姓最而氣重的弟子三好一星也突然生起重病 短短三個月內便驟然離世 短時間內的連續打擊讓長姓內心煎熬深受折磨 精神上疑神疑鬼的他將目標轉向僅存的三弟安宅東康 當時的東康頗巨人望又是智囊擔當 或許是害怕自身統治根基的不穩 長姓竟將東康造之居成破其切腹 一文一武兩大棟梁再加上精心栽培的繼承人於三年內損失待繼 已然注定三好家走向衰敗的命運 東康死後不到三個月 三好長姓在悲憤交加的情緒下 跟隨弟弟兒子的步伐離開了人世 三好家的巨大權力便順勢落到了 鬆庸九秀與三好三人眾的手中 這一連串巧合到有點不自然的悲劇 得力者又剛好是九秀 不免讓人懷疑與他脫不了關係 江戶時代的軍紀小說更是直指 三好長姓與長姓異星均是被九秀給毒害 就連東康的切腹事件也是九秀在旁邊殘言所惹出的風波 他的目的不愛無時篡奪三好家的主導權 達成實質的下課上 世人將這期被判祖君的事件列為九秀的三大惡行之一 然而這種說法並沒有可信的史料根據 記載獨害說的《竹立記事記》和《虛英人後記》 也僅是寫到留有這樣的傳言 當時長姓曾請伊聖取職在道山來替艾子診治 若生病的起因是被人下毒 伊聖應該不至於看不出來 對於三好異星的死因 《竹立記事記》上也記載為黃毯而非毒殺 在證據不足下目前學界仍保守傾向於 這起惡行是因為九秀風評不好所背上的黑鍋 三好長姓死後 力圖恢復身旺的將軍 竹立一揮開始蠢蠢欲動 想趁這個機會脫離三好家的控制 若有實質權力的鬆擁九秀與三好三人眾 自然是不願意將這塊稻嘴邊的肉拱手讓人 再加上當時繼承三好家當組織衛的三好異記 正愁家道中落 迫切的想要有所作為 全力的拉扯下一場勢軍的反叛風暴在暗中醞釀成形 1565年5月 三好家的軍隊恰巧路過了京都 三好異記與三人眾決定邀請奕徽一起吃個飯去去救 奕徽一看整桌紅門宴直接擺到眼前來心中相當的不安 再三推辭後蒙生了逃出京都的念頭 不料出逃的計劃卻被他最親信的家臣們給制止 他們認為三好家尚未大膽到做出加害將軍的行為 隨隨便便就落跑反會降低將軍的威望 和正興幕府的理念背道而馳 還請將軍再考慮考慮 聽著聽著亦會覺得似乎有幾分道理 便將跟跨出門的腳收了回去 沒想到隔日中午三好家的軍隊如洪水猛獸一般攻入二條浴所 一個大異人沒有閃 將軍與家臣們這才發現情況不對 趕緊拔刀應戰 一番激烈的抵抗後仍是寡不敵重 最終整起事件在將軍命上叛軍之首後畫下句點 史稱永禄之變 竹力一揮也在這場人生的最後戰役中 以精湛的劍術一戰成名 成了大家所熟知的劍好將軍 而永禄之變也被列為松永九秀的三大罪行之二 其實這個說法目前仍有些許爭議 因為當時松永九秀仍在大合國並不在京都三好家的軍隊中 相較於手足關係的義揮周鎬與京都遇害 弟弟竹力一招僅是被九秀軟禁 事發之後對於已經出家為生的義招並沒有加害的舉動 甚至對後續的逃亡有放水的嫌疑 讓一派學者不禁懷疑九秀這些舉動更像是要保護一招遠離三好家的魔爪 我們從中或多或少能看出九秀與京都三好家一行人態度並不一致 近年的研究指出 永禄之變比較可能是年輕一派三好義氣和松永九通等人的獨斷獨行 而追根究底下永禄之變究竟是插香走火下導致的悲劇還是計畫性的反叛? 這點在學術界也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目前可信的史料也僅能找到他與三好家一行人行動上為何的地方 在沒辦法證明九秀參與了多少的情況下 貿然將主謀反叛的黑鍋全蓋在九秀頭上 似乎是不太厚道的說法 永禄之變發生的半年後 松永九秀與三好家就因為後續產生的種種問題徹底鬧翻 很快的三好三人眾聯合了九秀統整大和國時放逐的死對頭同景順慶 兩方人馬一同席向泛盛三層 為了存活下去 松永九秀只好跟三好家得罪過的仇家展開結盟 畢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嘛 九秀就在這些臨時夥伴的幫助下 且戰且退逃進了戒市 這裡住著一個特別有錢的商人 叫做金田中達 是九秀在玩茶道的小圈圈裡認識的同好 九秀便委託中達出來當調停人 一翻左橋右橋後 這起衝突也暫時畫下句點 結果才不出一年 作為主軍的三好異計也不願受三人眾的擺佈繼續當個提現人偶 奮而出逃到九秀的陣營後 三人眾不甘示弱決定與同景順慶再次合作 這次一定要剷除九秀這個眼中丁 兩軍在奈良東大寺附近展開佈陣 九秀的部分軍隊佔領了室內西側的戒壇院一帶 而三人眾聯合軍則盤踞了室內東側的二月堂與大佛殿走廊 幾次的短兵相接 雙方打的是有來有往互不相讓 戰況焦灼長達半年之久 為了突破僵局 九秀想了一個夜襲的奇策 決定在凌晨時分只取三人眾的本陣 打個對方措手不及 誰知道打著打著 東大寺的虎昌和法華堂竟然冒出熊熊火光 以極快的速度蔓延到室內各個角落 一發不可收拾的火勢不到兩個小時就把東大寺最有名的大佛殿燒個金光 原本還在打仗的軍隊眼看勢頭不對 趕緊四處逃窜溜之大吉 三人眾聯合軍也在事發之後暫時性的撤出此地 上述的事件被世人稱為九秀的惡行之三 火燒東大寺 然而這把火真的是九秀放的嗎? 現存的史料並沒有具公信力的證據 到時當時耶穌會傳教士的紀錄已曾提及 他們與三人眾聯合軍為了抵禦九秀的棲息下被迫放火阻攔 大和軍記 竹力祭司記則記錄到 可能是鐵砲的火藥在衝突的過程中不慎隱藍 才導致了整起憾事 意外隱藍的這一說也是目前學術界較為主流的看法 換言之 九秀放火燒東大寺的惡行很可能又是後人家上的黑鍋 東大寺燒毀後 三人眾聯合軍又在別的地方發起戰事 憑藉著人數上的優勢 禪死九秀大和國領地內的數個城池 甚至一局攻下了他居住的信貴三城 九秀只能憤憤的躲在多汶三城做最後的抵抗 眼看這名戰國蕭雄似乎走到了盡頭 命運卻在此時來個不可預料的急轉丸 先前逃亡將軍的弟弟竹力一招一直在尋找能討伐三好逆黨的有力大名 當時剛統一美濃的織田信長正好是合適的人選 在一招的委託下 信長帶著大批人馬攻進了禁忌地區 九秀伸出雷達探探風向後 認為連禁江最強大的六腳架都不是信長的對手 可見其實力之雄厚 於是劍姬趕緊抱住信長的大腿順利加盟 有了強力援軍的九秀終於一吐怨氣 把三好三人眾打回老家阿波國 幾年之後 竹力一招對於信長做大的種種舉動日漸不滿 開始在暗中集結信長的各路仇家準備做出反制 也就是知名的信長包圍網 其中當然是少不了招艙易景 前景長正的這些老面孔 出乎意料的是 當時戰鬥力頂尖的甲匪之虎 武田信玄 後來也參與了包圍網 九秀一看苗頭不對 似乎是起風了 決定跟著原本的老闆三好意氣對資田家舉起反旗 然而這次雙擁九秀的運氣並不好 先是在陳世成之戰中被決一復仇的同情孫慶反咬一大口 隔沒多久又被信長派出了真援部隊反守包圍 只好氣戰而逃 就連包圍網最強戰力的武田信玄也突然在上落的路途中 病情惡化 殺手人寰 局勢開始對信長進去有利 接著不到一年的時間裡 招艙前景兩大豪門相繼滅亡 將軍阻力一招更遭到信長流放 九秀看著反信長的勢力 各個下場奇慘 心中害怕得很 反景將不動國形之刀等各種傳家寶連同多文三成一併獻給了信長 祈求能夠得到寬恕 雖然幸運的寶出小命 但這次的跳槽行為讓九秀不再被信長給信任 幾年之後 信長轉而將類似大和國守護的職位交給了老冤家童景順慶 看著自己經營了一輩子的大和國就這麼拱手讓人 九秀整個氣的跳腳 此時又恰逢流亡在位的一招發起第三次包圍網 而且這次陣容還是看起來超豪華的全明星隊 組成的隊員有上山謙信 武田聖賴及毛利輝元等人 種種原因都誘使松永九秀再次倒閣 於是他拒守於信貴三成並稱為了支援信長進攻北運寺的兵力 即使織田加成派人來勸降好幾次都被斷然拒絕 無奈之下信長只好揮軍攻向九秀的老巢 這次討伐九秀的行動中 從長子知田信中與才秀吉到明知光秀等人可以說是精銳進出 眼看知田家的軍隊勢如破竹 九秀決定派遣加成前往同為包圍網的本院士桃典救兵 殊不知這名加成出去後卻是直奔同情順庆的陣營 將九秀以金幣30輛給便宜出賣了 隨後加成帶著200名鐵砲隊回到城裡 九秀看到久違的援軍相當的欣喜 認為可以在手上好幾波攻勢 沒想到這些間戲入城兩年後就開始搗亂 理應外合下固若金湯的信貴三層就此陷落 最終以《鬆庸九秀兵敗身亡》畫下句點 世人眼中的被刺王者最後卻死於自家人的背叛可謂最大的諷刺 巧合的是《鬆庸九秀》的逝世日期 剛好與10年前燒毀東大市為同月同日 不免讓人聯想池乃火燒佛門聖地產生的報應 到了江戶時代 記載了武將故事的書籍《長山祭壇》裡更有一篇有趣的黑特文 文中寫道信長在家康的協助下帶著將軍阻力一招回到了京都 一次會面的場合中九秀剛好已在一旁 家康便向信長詢問這名老頭的來歷 信長打去了說起他做了三件讓天下人不能忘記的事情 可不是什麼簡單的角色 九秀當場冷汗直流卻也只能紅著老臉陪笑著 也因為這段故事讓收容九秀的三大惡行之說不進而走 不過關於這些壞事是不是真的有九秀所為 目前史學上逐漸偏向否定的觀點 他壞事幹進的印象很可能只是大眾給予他出生沉迷 和被判信長的司機放大解讀後的產物 縱觀九秀的一生可謂整個戰國時代的縮影 年輕時憑藉了才幹突破門地上的限制成為山豪家的閒城 在長青史後因為局勢劇烈的變化 讓他在原本的少祖三好一季與新老闆信長間選擇了妥協 最後不得不為自己未來盤算時 卻因選錯了別人讓一生的努力化為泡影 令人不聲唏噓 這個頻道目前的單人友介紹古人奇聞異式的古人又八卦 也有講解戰國僵固有趣文化的歷史鬥知識 喜歡的朋友歡迎下一次再來收看或是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而關於九秀與茶器瓶蜘蛛還有另一個有名的八卦 未來有機會的話 克雷會再做一支影片 來和大家分享松陽酒秀文化人的一面 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克雷 我們下次再見囉